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过去的这五年变化的节奏真的是非常的快 即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但要想一下五年前的微信的生态跟今天流量的获取方式 再想一下那个时候五年前短视频的萌动初开到今天了成为主流碎片化的娱乐方式 都颠覆了你我对于五年前到今天的这种想象 而作为汽车已经诞生了百年的工业性的产品 到今天它是否也是应该附和着这种主流去做自己的创变呢 那怕你是再受认可的这种产品 不管你的广义度有多高 就像我们熟悉的奔驰的E-Class 我身后的奔驰E级是2021款的中期改款 说到这辆车 其实如果从历史上来讲的话 追溯一点 它早在1953年吧 就是有它的第一代 那么第二代应该算是E级的一个前身 到第二代就一下子穿越到了1995年 不过对于中国用户来讲 对于第二代的E真的不太熟悉 国内的存有量也非常的少 大家从第三代开始真正的了解了奔驰E级的产品 2004年的进口 2005年的实现的国产 然后陆续到了第四代 那么第五代应该是在2016年 所以这是第五代产品的一个中期改款 要说中改的这种变化 现在我们所在的是一家奔驰店的赛店的停车厂 正好可以看到老款的 应该叫做中改之前的 它的产品的前脸 是能够 大家先看一下 那个样子 再看一下它现在的长相 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讲 就是这两个车要放在一起 对比 说心理话 中改的造型 在这些小的细节上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看到中网 中网 当然前脸作为奔驰翼也是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外形 一个是豪华的 另外一个就是运动的 豪华的就是传统的这种三条横幅的中网配有力标 运动的就是蜂窝状的配有大的标 所以这是在一级这个产品上自己的这种风格 这也是传承下来的 另外就是对于它的整个前车灯 原来刚才镜头里面大家看到了 原来有那两条向上扬的那种LED灯带 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折角式的设计 说心理话 在我看来 这样一套灯组 它的表情化更明显了 看着这车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中改的翼在整个前脸上 上半截的变化主要就是这样 下底唇的位置区别并不是很明显 主要是增加了这一圈的这个镀铬的材质 看起来车头的这种色彩会更亮一些 再有就对于这个车 车体的颜色 它的外观颜色一共是有九个颜色可以选 目前我看到的给到的产品信息 260和300和350 九个颜色还不太一样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应该叫做松石绿 高级感真的是没谁了 我特别喜欢那个颜色 对于这辆车的整个车的车长 5米07 车宽是1米86 车高是接近1米5 这一代中改的这一代的翼的产品 怎么讲呢 就是不论是它看起来的样式 还是乘坐的这个后排的空间 对于绝大多数来讲完全是能够符合你的使用场景的 从小的细节上我们再来看它的中改的这个车型 以及它的一些基本的配置 那轮圈呢分为18寸和19寸 19寸呢就上到350 那我们这个呢是300的尊贵 所以它用的是18寸的圈 这个多条服饰的造型我非常的喜欢啊 包括我们看到它那个缺席保用呢 低配的车呢是要进行选装的 高配的车呢就是缺席保用的轮胎 两个耳朵 这两个后视镜的功能呢 全系都有电条电加热 折叠锁车自动折叠 高配的车型还多了几项 分别是有倒车自动下翻 后视镜机翼 以及自动防炫目的功能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L呢 那家常的这个小窗户呢 留在了这儿啊 之前不总拿这个 从S-Class的那个迈巴赫版本 到现在这个一级车型上啊 的确奔驰有自己一套 对于豪华和优雅理解的 那个别人学不会的一套东西啊 车尾呢也是 如果要讲车头呢 你需要一些对比 或者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梳理的话 那车尾的变化就相对比较明显了 有的人说感觉中改的这个翼呢 后部少了几分的这种厚重感 但是又多了几分年轻化 让现在的这个奔驰翼的选择的用户呢 在整个车体上看起来 还有前后的审美双 不一定非得是说 像叔叔阿姨开的那种车型 一些90后甚至00后呢 也会把奔驰翼呢 作为自己备选的车型 这也是看到了他在外形上设计的变化 对于人群之中选择的这种审美度的接受感 整个车的这种形态的外观呢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其实对于这辆车呢 坦率来讲 横向的这个对比当中呢 它的竞品里边 车身的尺寸 各有各的优势 现在因为基本上 这个级别的产品做的都比较大 都比较修长 那接着呢 咱们就去看看 中改的E 它里面的内饰的风格又如何呢 坐到这个车内呢 正好我们车是 着车的状态 我们现在车内呢 是收听着FM 虽然说作为听音乐这件事呢 它不应该用FM里边音乐呢 给大家来听一下这套柏林之声 13个喇叭的还原的效果 但是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吧 我把音乐的声音调的稍微大一点 因为FM的频段 肯定会有一些波段的杂音 所以实际上通过我的身上的收音卖来听 好像还声的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之前我们去连过自己的手机蓝牙 然后听了无损音乐的音源 这套音响选装的这种效果呢 其实还好 另外呢 低配的车型呢 也可以单独去选 好像选它的价格 应该是9000吧 8700 9000 对 这个价格 接着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期改款的这个E呢 整个内饰的这种风格吧 要说的这种变化呢 说哪最大的 就是方向盘了 对 豪华的这个方向盘呢 是这种偏于传统式的三幅式的 但是运动的呢 它是上下叠了两层 就是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大家可以去之家看一下 我们拍的那个品库的图 这有一个 我更喜欢那个方向盘 就是一看就是 通过方向盘 你就能识别出来 这个车的年代 现在在什么时候诞生的 甚至都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蜻蜓的造型 四个翅膀 一边俩 一边俩 然后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吧 我们再看看现在这个 奔驰E的整个内装的这一部分 其实E呢 最不缺少的就是对于 S级的某些设计的这种 传递吧 因为基本上 很多人坐在车里边 虽然说两个车的级别和售价差了很多 但是呢 这辆车呢 就是给你一种 其实从当时上市的时候 大家有这种感受 就觉得越急了 他可能是觉得我买了一个 这个四五十万的车 但其实享受的可能是 在很多人眼里边感受呢 是在八十万到一百万 那种豪华的感觉 材料上呢 依旧是软性材料 包括用的真皮 然后用的这种缝线的这种包袱 然后以及木纹的这种材料 这种摸起来的触感 是跟这种膜 怎么讲呢 就是仿木纹的材质 还是触达上之后呢 就是一对比 就知道材料和材料本身的这种区别 再有呢 就对于这辆车呢 它的这两个屏幕的使用 其实这个连屏啊 在很大程度上呢 就真的是奔驰把这个事呢 给它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因为早些呢 这两个屏幕呢 想想就是从奔驰的WRR这台产品开始 最早它不是连在一块的 两块的那个屏幕 但是后来呢就演变成连在一体了 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奔驰是把它升华了呢 坦率再讲就是中国品牌可能也有比较早期的用这样的设计 但只有奔驰把这个设计硬了之后呢 它会在行业里边立了一个 这就是一个旗帜 立了一个flag 然后呢 就到了这种横向的联屏 它的效果 然后以及用奔驰定义了它的那种科技和豪华感放在一起 而且奔驰很容易做一件事 就是把豪华呢 在车型里边跟你做完之后呢 你总会觉得它带有这个品牌独有的一种优雅感 对 这是很少有的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它整个这里边包含的这个功能 其实对于这套呢 车机呢 包括奔驰MBUX 这套系统呢 它支持了像触控 然后呢 像语音的交互 以及手势 当然了这个去手势 它给的这个是要进行选装的 所以以上呢 这三种交互的方式呢 都可以让你跟你的这辆车呢 多种方式的进行交流 一个笔或一个猜 或者是用直接跟它说话的方式 当然还有原来的这些处理的物理的按钮 那么对于奔驰的这种产品呢 你看啊 它的这个按钮呢 都很有自己品牌的特色 当然了 现在豪华品牌呢 在这些小的细节上 都是做自己那种家族式的 比如说英国的豪华品牌 德系的 都是你看它的这种模具的造型 然后呢 实体按键的布局 包括它的这种形状 都是有自己品牌识别度的 甚至上面的这种颗粒摩擦点 你一触达的时候就会发现 包括摁下去那种阻尼感觉 就是不一样的 你去区别的看待 同样是作为BBA当中 它们摸起来的那种回馈 然后给你按压下去的那种 回弹的阻尼力量 每个品牌这种小细节还都不一样 空调的出风口 是很具有自己品牌家的这种特色的 你就闭着眼睛一看 这个设计就知道 肯定是奔驰的 有很多中国品牌呢 也叫了这个去学习 我们也屡先不先了 包括旋钮调整的方式 再有它这个空调出风口的 中间是四个 两边各有两个 这是把所谓的一些复古的元素 和这一代的这种产品 近的这八年左右 都在这个产品 都在奔驰一系列的车型上体现出来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 它T字区的传统的储物的空间 相比较 它做的是比较丰富的 你看 从前边 它的储物空间 是可以直接放手机的 并且它是全系的车型 都支持无线充电的这个功能 并在旁边给你安排了一个 Type-C的接口和一个12伏的电源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对的杯子架 在纤维器的功能 鱼肉控制单元 控制系统呢 或者是像是那种 我一直都觉得某种程度上 就是奔驰的这套逻辑 放在这个位置的手掌触控的区域 它的这个方便程度 会比这种直接在屏幕上触点的话 更方便一点 但是它会给你多一套选择 这个每个品牌之间的想法 其实这点是有共通的地方 我们在其他的豪华品牌上 也见过这种类似的设计 也很难说是谁去学谁 只是某些使用场景的一些 对于车主的这种共性罢了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呢 它的这个后边的设计 这很奔驰吧 对吧 打开对象的这个 对开的扶手箱的这个空间 里边呢 是这个可以放下两个 这么大的这个水平 空间还行 就是垂直垂直的这个高度 可以去参考一下 如果要是树立起来的话 也能盖上 再打开 因为这个级别的产品 中间这个扶手箱呢 说心理话 你去对标一下 有的这个车呢 有很浅的一层 大概也就是有几厘米 放在这个正间还行 储物真的是很差 但是E呢 做的还不错 里边是有一对Type-C的这个接口 前面有或没有 对吧 应该是前面是有三个Type-C的接口 然后呢 还有一个12V的电源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呢 就是对于这个车的手套箱 小的细节 比如说放笔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开脚的这个角度 做的其实还挺好的 除此以外呢 就是对于这辆车的 它摸起来的这个皮质 这个皮啊 它低配的车型呢 是仿皮的 高配的车型呢 就是真皮的应该是在300 以300尊贵以上的 就是真皮的这种材质了 那座椅的这种调整呢 我们可以向前一点 现在调整一个我合适的位置 来参考一下 作为我的身高 坐在这个车里边的感觉 那在这呢 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扫顶 但实际上呢 大部分的同类型的这个产品呢 我说心里话 我对它的这种要求呢 都不是很高 只要你别让我觉得很压抑 因为我头部还有一定的造型 然后呢 视觉感受呢 和整个前A柱的盲点区呢 别让我太别扭就行 E呢 这点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要说一个 我个人的喜好的事 就是对于这辆车呢 我自己要是买的话 或者是我对于奔驰轿车的理解啊 我觉得就应该开力标的 也可能是我新老 也可能是我从小的认知里边 觉得大哥开大奔 从W140时候开始 就应该是力标的啊 当然奔驰车也在做年轻化 你看从CES啊 都有大标小那个运动标和力标 供你去选择 这没有对错 只是心态不同罢了啊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呢 是可以区别出来高低配之分的 这就是300应该是在300豪华以上呢 会有电控的方向盘的调节 然后呢 下面的这个配置呢 就是手动来进行调节了 这个还是挺高级的 另外呢 它的这个机翼的位置呢 其实也同样有区别 就是如果选高费的车型呢 它方向盘也会有机翼的一个单独的位置 方便你去舒适进入 接着呢 咱们就去看看这辆车的后排的表现 就试试 哇塞 哈哈 做到后排 你知道我会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 呃 买高配的意义 绝对是没毛病 为啥呢 就是你一坐到这 你会有一种 那种 那种 仿佛你置身了在S的那个后排 会有 会让你有一种错觉 为啥呢 你看啊 它的这个 调整的这个位置啊 包括你看座椅的那个座垫 呃 当然啊 这个高配的是可以单独去进行 去调节的后排座椅的整个这个角度啊 那么它的坐姿的这种状态的感觉也其实不太一样 尤其是 你以一个最放松的状态 因为一般情况下呢 像这个级别的产品呢 我们也会传统意义上去量它的头部空间 然后呢 你垂直坐的这个角度到底好不好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但这辆车呢 我倒是觉得你基本上不用太去动 你看啊 它的靠背的角度可以调整的幅度有多大 请注意这是我在这个段位的产品里边 呃 很喜欢的这么一个设计啊 就是它的这个调整角度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有37度 所以当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你除了腿部空间觉得好像稍微比S级的会小一点 那乘坐的座椅的这种舒适的程度 包括它那种像勺子一样的造型 呃 给你的腰部支撑的那种自然感 特别的棒 你懂我的意思吧 只有这种坐姿的时候 坐到后排你才会 感受到说我买一辆奔驰的产品 尤其是在一级这个高段位的配置 它的价值感在那 你前边可能看起来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到后排一坐到这儿 这就是一辆可以开可以自己去做的很典型的 然后体整个的体量又不是特别大的车型 呃 这也是E和S之间的可能这种区别吧 有很多人觉得那我花高配的这个钱 或者是买到顶配的350的这个钱 再添一点是不是就可以买到S呢 但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 就是开车与坐车与对这个车之间的那种诉求 从心里的这种状态都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回到这辆车型上吧 来看看它的这个后排的设计的这个功能 首先呢 先讲一下后排的这种变化呢 主要来自于它的这个背夹的位置给你调整了 现在放在这儿了 呃 有人说看起来更加的Q萌了 的确啊 就是E这代产品呢 后面这个空调出风口呢 你就觉得是一个机器人的脸 然后再冲着你笑 再张嘴 闭嘴 啊 对不对 是这种感觉吧 然后呢 这有一个杯子架啊 并且里面是有它这种背光的 呃 后边也呢 也给你安排了 这是有一对Type C的这个接口啊 是在这儿的 那么 它的这个 呃 阻 它的这个线维器的这种阻尼感呢 做的还挺棒的 并且呢 它还有一个横向可拓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手机的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你不放水杯的话 可以把它插在这儿 呃 它可以立住 另外呢 你看它中间的这个扶手放下来之后 前面 所谓的 后排中间的 头枕的位 后面还给你做了一个 头了一个小空间 可以放点 也可以其实放电子里的产品 然后包括这个面 呃 后 打开的这个储物空间 这个小格做的比较深 虽然说里面呢 开口的面积 没有那么大 但是深度还可以 储物应该不傻 储物肯定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小的储物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再 把它 归位啊 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呃 实话实讲啊 虽然说它后边呢 也有三条安全带 全车可以乘坐五个人 但中间做人 做成年 男性的话 我觉得是 必须是短途硬个急了 如果要是长途 坐在这 即使它是一辆高配的E 但你的靠背的这种硬度 坐调其实还好 腿部的空间 呃 以及 它整个地拱 这个凸起的高度呢 的确就做 这车就是应该让你舒舒服服的 坐四个人 问题不大 当然在整个后排里边呢 除了我们看到 这个有不拎之声的 这个试板的金属的这种身份之外呢 呃 还有高配的车型呢 可以调整整个座椅的这种角度 呃 还有一些 这个车型 这个配置里边所专属的吧 你看 电控升起的 两侧的 这个 车窗的 这个遮阳帘 然后呢 呃 还有可以控制 一键来 开启和关闭的 整个天窗的遮阳帘 和后面的这个遮阳帘 这些配置呢 都是在 豪华配置以上的来进行 呃 是在300豪华以上的 应该是 有几个配置呢 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像是无钥匙进入 然后呢 呃 呃 无钥匙 无钥匙进入是在豪华以上的 呃 像 抬头显示呢 应该是在尊贵以上的 真皮呢 应该是在尊贵以上的 这些呢 应该是在豪华以上 当然了 对于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 价格的这个 跨度之间呢 其实2021款的奔驰的E呢 从 43万的价格开始起跳 跳到64万 它一共是有12个配置 这12配置呢 我仔细的梳理一下 其实也相对比较好记 你看啊 它这里边是有4个 260 然后呢 是有6个300 以及有2个350 但实际上啊 实际上 每一个 车型之间 你说260也好 300也好 350也好 都会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豪华的 一个是运动的 就是两个外观套件 这种区别 而且区别呢 主要就是在于 它的前中网的那个位置 力标和大标的这种区别 所以你把各砍 那你砍掉一半 实际上 它就等于是6个配置 那6个配置里边呢 如果要是在忽略掉 顶配的350的 四驱的那个 64万的配置 那么260和300呢 那就是从43 45 46 49 53 这几个价格配置之间了 所以呢 这就比较简单 清晰明了 知道啊 我选什么样的 那么四驱版的车型呢 就只有260的高配有和以及350 300呢 全系都是后驱的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区别的 当然作为1.5T加48V 还有就是2.0T的低功 以及350的2.0T的高功 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动力的事 也不仅仅是配置的事 当然也不跟预算是最之间相关联的 但话也说回来 这个东西呢 是取决于你买这辆车的某些使用场景和身份相定论的 这个东西 我对于1.5T这个事呢 其实大家从这辆车开始有一点5T 一直到现在 怎么讲呢 就是好比于之前 前一段时间奔驰的大G出了2.0T 是有很相似的那种感觉吧 但时至今而言呢 大家可能对这件事 基本上不太去讨论了 就是说 现在厂商给到我的 以及它实际的动力的回馈 在表现能力上 在同级别的这种竞品当中的话 其实它没有差异 只是在于心理的这种平衡点上 我这点是认同的 但究竟认不认可 还是取决于到底是想不想买它 还是买什么样的 坦率地讲 我曾经也自己假想过 说如果我要买奔驰一会买哪个 那太贵了 350可能不在我的饭头之内 300可能更纯粹一些 但如果考虑到冬季的实用的话 我觉得260的四驱的性价比 可能更高一点 当然有些配置 对于某些人来讲 比如说坐以加热 或者是基本那些参数 可能依赖性会更强 好吧 接着我们再去看看 这辆车的后备箱 好吧 打开它的后备箱 这个电尾 对于它整个后备箱的 这个近身的长度 我说心里话 其实是这个级别里边的 同类型的后备箱的近身 E是一个正常的水平 为啥 大家做的都很好 因为尺寸在那放着 超过5米的车长 但是E这辆车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它的后备箱的开脚 是一直在这的 因为有的车设计的半溜背也好 或者是它后短弦的那种设计的风格 就导致于后备箱开脚很小 就像一个卡槽 像一个这种U型槽一样 所以就导致于你的近身很深 但是大件的物体的这种搬运不太方便 但是E我觉得这点跟S很像 就整个后备箱盖完全都可以周开的 这就是窗户的线 然后这样的话 你对于这些车主来讲 考虑的更多的是比如说放一些球包 这样拿去会比较方便 整个后备箱的平整的程度 左侧是有网网兜可以放 你看正好这个车里边就展示出来了 放一些圆滚滚的 怕来回在后备箱滚动的这些物体 然后下边就是它另外的一个储物 地下室了 而且这个储物空间真的做的不小 有它在 基本上你就不用在额外地去买后备箱的整理箱了 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可以直接把它卡在这儿 虽然说它不能把第二排放倒 但是对于这个产品的定位 基本上就是在于常规的一些储物 你要是太大的话也别去为难这样类型的产品 今天我们在寒冷的北京为大家静态直播 再一次去分享了奔驰翼这代产品 还是那句话 从见到它第五代的出生 一直到它现在中期改款 这四五年的时间 我们的生活在一天一天悄然变化当中迎来了今天的巨变 那么奔驰翼也是一样 硬着潮流 开始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更符合新的时代下一个几年当中 对于它的审美的过渡 不得不讲 从将来的汽车 未来的不管是智能化也好 万物连当中的整个这一套的完整的闭环 车是必不可少的这一部分 它也做得越来越智能 不过对于同类型的这种产品 可能现在可选的车型 不像原来那么少 但如果要是把它范围塑小到豪华品牌当中 也没有那么多 而对于奔驰这个品牌 或者是奔驰翼 想要给你传递的 不仅仅是它的配置 甚至也不是它的品牌 更多的是跟车主之间的一种生活态度 那是个人的这种生活态度